欢迎来到点开就变美 点开就变帅 点开就变瘦 点开就变负的 一直吐槽原频道 这个清理三创造言2021 我都一级不拉的追下来了 小哥哥太多了 太多了 我真的我现在闭上眼睛 我眼前全都是小哥哥跑马灯 第一次感觉到人生 已经负担不了那么多的小哥哥了 相关节目我都做了四期了 今天就来点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看 清理三里面的逗趣喜剧人吧 然后我聊一聊 为什么这个节目没有爆 首先 李俊豪弟弟 他跟这个TFBOYS 是同一个单位的 目前助力榜上的第一位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个第一期 媒体采访环节 他的腿抖到 我以为现场地震了 好几次感觉 马上就要过去了 公司在我来的时候 然后我等一下老师 等一下 这好消息 上极了上课睡觉 被老师Q上台 被送全文的我 然后呢 就是这个梁森 光头爱懂 我看了下他之前拍戏的剧照 哇 简直是 判若两人呢 不过他这个 剃光头的动作 很明智 他这个移动的打光灯 真是尖了就忘不了 他的初舞台 佳世呢 来了一个这个 拉丁 整个就 超违和的 武僧跳拉丁 你知道吗 你没有办法 好好接收这个节目 他跳得越认真 我就越觉得好笑 这位叫 白丁的小哥 组合唱跳了一首 佳世又跳一首 他还要求要来 lap一段 你们听听他这个lap 这不开枪不胸 甩了变了 走不开 帝弟 累了你就 就歇歇吧 何必呢哈 毕竟 他这个全四川话的rap 李宇春的纸糊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日本小哥 调本预态 极其独特的放松方式 是人 人 然后 知 我现在 知了一万个人 知了一万个人 钟福林 之前参加过这个变形季的 有参加过变形季 没有怎么展现自己的才艺 都是干龙活 喂猪 你 都跑出来了 不要奔心你去了 我的妈呀 这个小哥的自我介绍结尾 非常符合我的可谓 新丑年 祝愿大家都变得真有钱 开始表演钱 他还说 我跟我的灵魂 带来这支双鲁 李荣浩整个就很敷衍了 好的 胖跳表演完毕 他硬是要来一首rap 曲目的名字也很迷 叫呲呲呲 听到老半天 我终于听明白 这呲呲呲是什么意思了 嗨 这就是蜘蛛侠的招式 如果他rap的时候 背景乐在的时候还好 背景乐一去掉 我去 大型尴尬现场 这位叫做阿玉的选手 我记得 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自己是一个哲学家 愣是要跟电脑里的自己对话 帕韦伯还试图采访他 你什么都没有兴趣吗 就是对什么都有一点兴趣 但是一般都提不太起兴趣 那唱歌算是有兴趣了 唱歌是一种表达 差点没有把自己给打死了 哇这段访问真尴尬啊 好他开始唱了 他开始唱了 其实这个声音条件还可以 就是你这个手里的赛车 是咋回事呢 我几度都要入戏了 看到他跟赛车互动 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助教余淑淑欣 被节目组隔到这个小房间里来了 但他一个人跟说单口相声似的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不然的话你轻时说实话 你轻就是越来越油腻 你不算些许了 还是属于比较油腻的 不要骂我 我不是不惊人情 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 老师你觉得呢 外面四个导师可能都没有他一个人话多 讲完这些欢乐喜剧 让我来表扬是这个节目的导师 我总结了一下 他们就是温柔的很辣 点评的时候都挺友善的 但是说出来的话 哇 增增见血 标准也非常的严苛 不信你们看 这119位选手 最后最低级N级和C级加起来有88个人 这几期看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节目 还是有很多实力可以的选手的 你说他这节目为什么不爆呢 我觉得啊 就是这几期里大多数的表演 强又没有强到让观众瞠目结舌 弱又没有弱到让人捧腹大笑 出圈的梗也没有 同期再播的同类型节目 就有创造营2021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每周近10个小时的选秀节目 狂轰乱炸 要从这些内容里面出圈 真的超难 得是隔壁回国老人那种级别的才能引起全网讨论了 所以说能不能在这初春的选秀轰炸中幸存下来 全看选手们的个人造化喽 都看到这儿了 还不给我来个三连 祝大家新年报复 好久不见